嘿各位 还有人记得20几年前的一款便利商店的游戏吗 当年除了游戏内容有趣以外 价位跟贩售的手法也都掀起了一波热潮 它主打着可以自己经营起便利商店 操作商品跟不同的货架 让玩家可以自行的排列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便利商店 后续还有更新的素食店、火锅店等不同的题材 那店内的商品也可以利用网路更新档推成初心 让当年的我真的也是投入了不少的时间 哈啰 大家好 我是罗卡 今天要来分享的游戏是便利商店开业日记 这是一款类似早期便利商店玩法的游戏 主要就是要在这边布置起自己的便利商店 模拟整个经营便利商店的玩法 包含货架的位置怎么摆 上面的商品又要怎么放 员工要怎么请室内外要用什么样的设施去布置 怎么样去满足客人的要求 在这边可以玩得非常简单 也可以玩得还蛮精细的 那我玩的是Switch版本 看了一下推出的日期应该是在今年的4月27号 那我是在日期的eShop花了310块的新台币买的 Steam上也会推出 但我在拍影片的这个时候是还没有看到有正式购买的位置可以点 那手机的双平台看起来应该是在一年前就出了 价格的话是190块 不过画面会变成值的 而且也比较窄一点点 好处是比Switch还要更好携带一点 价位也更平易近人 那先讲一下游戏的操作方式好了 它在Switch的平台上也是有完美支援到触控萤幕的功能 我至少是有花了4-5个小时是用掌戒状态在玩 因为这类型的游戏实在太适合这样子玩了 看到哪个地方就很直觉的可以给它按下去 所有的操作就可以说是简单易懂 可是也因为我刚买回来的第一时间就用掌戒状态在玩 所以突然要接萤幕来录一点画面的时候 发现用手把操作有点小卡 接着我又花了一点点的时间去习惯一下啦 结果我发现到它其实有设置一个功能 是可以把游标变成自由移动在画面当中的 这功能就是按手把上的加号键来切换 变成自由移动的游标状态 简单解释就跟滑鼠的游标一样 利用类比摇杆来移动那个游标 直到哪儿就可以去点它 然后再按一次加号去切换 就会变成游标固定在中间 然后类比摇杆动起来就是整个画面会跟着移动 或者这个比较像是一般的家机会用到的操作方式 唯一有个小问题就是按住X叫出悬单 随便一个功能进去它是没有办法上页的 只能够按B整个关掉之后 如果要再切到其他功能 就要再按X重新叫出悬单 然后再进去一次 这块稍微麻烦一点它没有上页可以用 但习惯之后也没什么问题啦 那另外一个就是视角没有办法转 所以有一些收奥啦 或者是有使用品可以点有垃圾可以少 在画面上要点有时候也比较容易点歪 玩法的话不算太难 但要自定义调整多一点点的话 它就会变得比较难 那它是分成关卡制的 每关会有不同的商店所在地 影响的会有哪些常见的客人 人潮的多寡 有没有同业开在旁边竞争 每个地区的目标也都会不太一样 有了商店之后 它也会给上一笔资金 然后还会给一点灵感 几面奖牌 资金的话就是请人进货 买货价 百货行销 谈其他合作都会用得到的 经营的好不好 就会让资金呈现什么方向成长 初期感觉有点小放水 因为我还搞不太懂怎么赚钱的时候 它就是一直赤字 没有办法去盖东西 去买东西 可是会有各种方式 一直送我没些资金 而且送的都还不算小笔 所以慢慢撑过去之后 懂得游戏的流程 就可以开始赚钱 自然的就可以开始 透过自己赚的钱 来去经营 发展自己的店面 灵感的话则是要开发新商品 布置一些特别的设施 会用到的点数 它是用灯泡做成图示 有灵光一闪的感觉吧 取得的方式 除了可以用换的以外 也可以拿到一些奖励可以取得 那店内像是列印机这样子的东西 只要客人用过几次 也会累积灵感的点数 我觉得它算是蛮重要的一个点数 毕竟要让便衣商店扩大经营 开发新商品是绝对有必要的 加上它又不能够同个商品 占很多货架的位置 等于是商品的品相不足 店面就没有办法用得更大更丰富 那奖牌的话则是有点类似 转换用的代币 它可以在解一些成就 完成一些条件的时候可以拿到 可以拿来换成钱 换成灵感 或者是换成提升商品品质的道具 不过在换的时候会被景气影响 像我有看过一面奖牌 可以换到1万5的资金 也可以换到2万5 最高还有换到7万5过 但转换的功能 不是一开始在游戏进行就会出现 等要慢慢晚一点时间才会解锁 但真的很好用 想要赶快开发商品 然后或者是缺资金的时候 都可以马上换成需要的点数 接着是店内的摆设装潢 它有分店内、店外 还有设备三大类别 店内的基本上就 冷藏价、冷冻库、常温价 跟书价这些的 那冷藏价的话 基本上就会把一些 微波的便当拉面 三角饭团 三明治点心 甜品饮料等等 如果整柜都是摆饮料进去 它的外观还会变成 有门可以开的冰箱 饮料搭配其他食物 或者是单纯放食物的话 它就会变成我们去超商 常常会看到的开价式冷藏柜 那常温价的话 就是摆面包、饼干、文具、生活用品 垃圾袋、雨伞 反正不用冰的 基本上都会摆这儿 书价就更简单一点了 包装杂志、写真书 都在这边 然后特别的是还有点数卡 它的销量也不小 金额也不低 接着还有一个是收银台 它也可以摆商品 但我玩的游戏中的时间13年 除了刚开始能放的包子 还有热狗以外 后来好像也没什么可以新增的商品 说到这里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要保持普遍级 所以呢 这天超商才会烟酒通通看不见 全部都是一些比较单纯的民生用品 还有一些食品类的商品 那货架在摆放 我是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店面的魅力值 但货架上的东西 同类型的白牌 它就会影响到魅力 还有品质 针对对的商品 使用提升道具 也可以增加商品的等级 去提升魅力品质 跟最重要的价格 哦不用担心 这边没有奥客 所以在里面玩了13年啊 对你的商店没有好感的客人 它就是不会进来 进来的也不会给你大小神 还是需要你去处理一些鸟事 不过摆好货架上的商品 还是蛮重要的 因为它还有货架摆放比赛 那也算是取得资金 要跟一些特别道具 很重要的一环 所以能多参加就多参加 那每个货架 也都可以调整 叫货的是无量 它有两种方式可以抓 一个是依照旧的销量 去多几个来当库存叫货 那另外一个是 完全走自定义的叫货数量 就是完完全全的哦 会自己去制定它的那个叫货数量 这一个难度真的会高出不少 原因就是因为它一天等于一季 每一季正常来讲 热销的东西也会不一样 像是夏天的话 饮料冰品应该是会卖得不错吧 那冬天的话 应该就是热死会卖得比较好一点 天气的形态呢也会有差 雨天晴天阴天下雪 要不要用雨伞 下了雨会不会降低出门的意愿 派人呢 会不会也在家里面缩在被窝就好 也不想出门了 还有一个更夸张的就是景气指标 景气好的话会大卖 景气差就会稍微停滞一点 所以库存要怎么抓 叫货量要多少 报备商品会有多少 也都是会被经营者的智慧影响 电外的设备跟店内的其他设备 就比较固定一点了 像是有雨伞架啦 旗帜 油桶 长椅 WiFi机 电内外的垃圾桶 印表机 寄件箱等等的 大多都可以提升一些魅力 或者是依照摆放位置来提升其他货架的魅力 那我的玩法比较简单 大概就是外面超商 我们看到会怎么摆 我就直接稍微的学一下 那随着每年秋天会来报到的老人 会给我们买一些新设备以外 也可以透过参加一些比赛 去拿新设备来使用 店面越扩越大 设备就可以越摆越丰富 看起来也会越来越漂亮 接着下一个阶段呢 就是请人 他总共会有四个时段可以排班 员工会有学生啊 装科生 主妇 自由工作者之类的 能力上会有点点不一样 那针对成长的方式也会有点不同 当然在升级成长的方式这一块 我们也可以去做针尖 看是要针对体力啊 接客态度啊 速度哪方面去养成都行 那能力会逐步随着升级成长 当然薪资也是 那刚开始一个班就是一个人 基本上就绰绰有余 慢慢的结账会开始排队 货架也会来不及补货 这个时候呢 我们才要开始加派人手 他找的员工啊 这一块也是有好有坏 好的是员工不会撬班 不会突然请假 只要不是我们没有请他 他就会持续的一直做下去 坏的啊就是除了固定薪水以外 刚开始找他们来 还要有一笔签约金 能力越好的签约金越贵 还好只有首次雇用的时候要付 之后啊到新开的店面 这个人也都可以做沿用 不然呢 真的是会额外需要超多的资金 人的话是有体力值啦 基本上就是花完要去 员工休息室哦 休息补满 那能做的就是一般打打扫啊 结结账啊 补补货等等的哦 他们全部都会在店里面 去慢慢的把它完成 那这些做完之后 基本上就可以开始 一家店的经营 中间是不断观察 店内的营运状况 万一突然生意很好 有货架缺货了 时间又很早啊 基本上我是会 一家去叫货 但是因为人家额外派车出来嘛 所以比较贵也是正常 就地起价也其实蛮正常的 那至少要服务客户嘛 所以这一批没有赚到也是OK的 然后商品开发 合作协商跟宣传活动 我也都会持续让他们进行 他比较特别的就是刚才有讲到 一个商品不能够同时摆在 很多的货架上面销售 一种就是只能摆一格 等于是商品项目不够多 店里面的地啊 扩张到很大也没用 他会有一堆货架空在那边 反而很难看 有灵感就是开发新商品就对了 那合作协商的话有点类似 你的店开在那边 很容易就会吸引各种厂商来拜访 他可能会问你要不要多花一些钱啊 用多大的几率啊 把货家增大啦 或者是扩大店铺啦 举办活动 开发新客户 开发新设备 开发新的商品种类等等 那这个开发新的商品种类 跟刚才讲的那一个 有一点不一样 我刚才讲的那个是针对饮料啦 去开发出更多种口味的茶啦 果汁咖啡之类的 那合作协商这一格是开发出新的种类 像是初期我们能开发的商品啊 就只有饮料、食品、日用品这几大项 那后续就可以再开发出一些 像点心啊、甜点啊、冷冻食品类的 总之它就是大项目 而且是超必要的功能就对了 那选举活动的话 有点像是被动式提升商品的等级 也蛮必要的 但记得要换档期 因为啊它会有一个升级的最高限制 到最高啊 就可以换一下商品来试试看 那基本上目前玩到现在 真心觉这一款是可以推的 虽然画面走一个像素风格 整个地图也不大 更不复杂 偶尔呢 好像会有一种不太自然的卡顿 但这不太自然的卡顿 也没有什么影响到游戏的发展 就一切下那种很瞬间 会突然觉得画面怎么 诶?卡了一下 啊就这样而已 没有了 那音乐也简简单单的 不过它在景气好的时候好 可是会有比较热血的旋律 那重点是 目前为止啊 看到有玩过的人 大致也都是给予好评的 从初期自己一个人挑战营业额开始 到营业额得要达成 还得要有隔壁的竞争对手 要解决他哦 难度不算太高 然后我们一点点一点点的微调之下 再花一点时间让他去跑 接着再来看看成果怎么样 那种带着一家店成长的感觉啦 真的很棒 尤其是到了新的地点啊 会有更多的资源 可以重新开始的状况之下 每家店呢 也都会比上一家再更加精彩 那不瞒各位说 我在准备这支影片的重点啊 一边想有什么可以讲的 有什么可以聊的 一边还开着他在玩 目前为止 游戏的时间 要来到里面的第14年的 商店等级22 第三家店的销售 我是可以做到500多万 总共大概玩了10来个小时吧 而且都是慢慢玩啊 就是已经有可以去 下个地方开店的功能了 但我通常还是会待在旧的地方 多经营个两三年 让他有声有色一点 那后续在开新店的时候啊 旧店其实也会每一年 回亏一点点资金哦 可以说是先苦后干 后面越完 金额数字就越大 能买的东西呢 也会越快越丰富啦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那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在下面点 下面点就分享 也别忘记 你的YouTube频道 我是Oka 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 拜拜